张伯芝真的算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了 刚初到时辛辛苦苦挣钱给妈妈还债 好不容易红了 可以安心享受好日子的 却被一个燕照门事件直接打入谷底 真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么撑过来的 虽然出事后 当时的老公谢霆锋并没有跟她离婚 却还是在几年后选择了跟她离婚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如今的谢霆锋和王妃就爱重燃 前面的不得了 而张伯芝却为了两个儿子 不得不重新回到大众事业 去拼命挣钱 虽然老天给她安排如此多的磨难 却赏了她一张绝美的脸和好身材 最近有网友曝光了一组 张伯芝19岁是拍摄的写真 照片里 张伯芝淡妆附近 一拼一笑都那么迷人 满满的都是少女气息 网友们评论 在那没有PS的年代 都可以伪成这个样子 其实看了这组照片 再看张伯芝现在的照片 并不会觉得差别很大 看来张伯芝也成了动灵女神了 不过 现在的伯芝 虽然还是颜值在线 但熟手头肚间更多的一种风情 眉眼间也变得更加温柔 可能是为人母的关系吧 现在的她依然爱笑 依然单纯善良 除了照顾好两个孩子 她还要养活这么强 所以最近弄面的次数 也变得多了起来 前段时间 她和吴建豪主要的电视剧 也在各大位置上映 她和吴建豪都是连异状态 甚至有盟友建议他们在一起 哈哈 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